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还是请赵天心大师和旅行大师带来这场比赛的评处 也是走飞行机 对 黄冲炮好像红制也是比较喜欢 黄冲炮带强挺骑兵 这个时候先从这个也有 先上门 这个就看双方谁准备的充分了 马基金的G9定义吧 上次 马二定一 直接踩后面 直接踩啊 好像是炮二平一吧 换局 换完之后马二定一再并9定义 对 证谱好像是这样的 我感觉他们都是队友 相互这个棋可能也都比较了解 就看谁有新的体会了 哈哈哈哈 人家也说到这也蛮重要的 基本上骑虎上照骑虎上的套路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平时可能也会一起研究这个棋 嗯 扭静一的 对对对 然后G1定义 这几步应该我觉得 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G1定义车9定书3 对对 拖着对 拖着然后 然后是走什么的 局屏4还是马五定义 拖着在局屏4 局屏4和马尔街市 嗯 大概可能也差不多那样 刚刚前那几步听完之后 我也感觉 感觉ом 感觉好像教科书的有眼睛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他这个棋比较流行 嗯 下的比较多 有可能包括很多业余喜欢象棋的朋友 有时候下的下的 基本上开局一段时间之后 布局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提醒差不多也是这样 这个就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是 红黄下起点好像游易走舒服一点 这不去看黑方怎么选择 黑方怎么走 可以什么怎么走 我感觉别人要动这车去到哪里是 嗯 要么就平6了 平6他车去平6 平4还是平4 那应该马尔电4也要跳吧 马尔电4就马5退6 马尔电4在G9平4好像 有人下过这样的情况 然后G9平4他在马6退7退回来 马尔电4你马5退到G9平4 马六退起啊 对 反正是去年那个 马六元碑 马尔电4现在马尔电2 哎呦 这个其实我是不是 我倒是下的很少 但是我要看过 难度我自己的判断了 感觉是红的好走一点 对 红的这两步可能绝对先手吧 马尔电4一踢 他马5退6再平去一抓 这两个绝对先手 绝对先手先走掉再看 因为马5退6做到G9平4的话 马六进4肯定不敢车 跳的话一点就蛮危险 他一说马六进4的话 他G4进1 G4进1 马4进6的车 车是皮特抓也不行吗 车4进6他G5进1 可能是G4进1 所以他正常的话 只能马6退7退回来 马6进4车就车 嗯 嗯 现在G4进3行不行 G4他不是有个兵器进1吗 哦 对对对 那不行 嗯 兵器进1他吃掉 你踩炮的平手打G6行不行 特别是他打抖机 你抖机有个进2极限 哎呦 你真相是明显次费很大 你炮怎么走现在 炮成退 退1吧 退1 那现在飞机三路炮的 炮三退1 对三路炮的马上挺多的 嗯 炮三如果平2的话 它是冰器进1要冲过来 对啊 飞机进1啊 有这种手段 嗯 你炮三退1这个棋 憋住了 嗯 有点憋住感觉 这个棋总体感觉 呃 包括李老师刚才说 可能红的舒服一点 对 红的舒服一点 就是说看棋型的话 好像红棋的话 棋路稍微开 对对对 变化被更多 其他不用说 起码这两部 红光是占了 绝对的便宜 嗯 黑方从前面这个马回到 回到这个 呃 原始位置 嗯 这次一步就马斯进2 下部主币三进1 嗯 有没有这个可能 马斯进2 嗯 马斯进2 然后孔三路兵 对 我觉得是 还是这样讲 嗯 我觉得他骑的 挺算舒服 工作速 嗯 这个怎么走呢 冲冲冰 来起来 他冲三冰 那我冲了 那我从上面那个 他有个 炮三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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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不一定行 炮三平1 它是不是有B3-1 它是B3-1 B3-1 嗯 我们B3-1 肯定要充 对对 不充的话 它是不是就马斯进6等 不好走 以防不好走 其实在刚刚休息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讨论 李老师 我记得你还特地说了一遍 这个是 方正顺 是 嗯 差 调整一下 亏是亏一点 但是也能顶一顶 还没至于到严重到 是 嗯 那个形状还没崩 我们这部其实挺关键的 这部选择就比较多 嗯 哦 苹果 哦 它吃完 马拉近三 还是一条饼 另外还有个什么 车八 车八进五吧 会不会 车八进五 车八进五 要把他进五乱点 嗯 反正感觉这个黑的确实挺难走 车八进五 到他吃了你吃了 跳 跳了 跳了 车八进五 炮三平六平过来吧 炮在那边也没意思啊 炮三平六 他一打去 七平八 调整一下 跳出去 还还能 对 调整一下 还能 诶 好像黑牌可以啊 将来什么炮的电箱 抬上去 我感觉 我感觉刚才他不应该 我哭手 被他听 有姿势我觉得不好 这是现在你刚才说到车吧 嗯 姿势的话 这边子力不是很拥挤吗 感觉 车八进五 对 姿势他这个炮发挥比较重 一反应我是讲 如果遮了试的话 等于说你的炮在三路的炮 你就拿不开了 对啊 对啊 啊 而且他这个鞠摆过来明显是要往这边进攻嘛 所以炮如果挪到那边的话 可以侧应到这个右翼 炮三平六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嗯 对 对 将来 他一打区一走开 马基金六炮四斤再怎么点上去 嗯 记得这一招提 说不定待会就等我们待会出盘 说不定这个是一个蛮关键的点啊 是 这个行 那现在黑的怎么开展 暴动啊 他现在炮炮金五怎么防啊 啊 他不管了 真的炮炮金五呢 炮炮金五 他真的走了怎么办 你打瓶 他炮一瓶车打里有什么挑战 好像没有啊 直接打瓶过 对 果然走了 嗯 难道要炮四斤三剃吗 先马八进去奔一手 马八进去炮一瓶车 这个炮好像马八进去炮一瓶车 再炮四斤三炮 炮四瓶车 很好喽 感觉不一定攻得尽哈 马八进去 可以给他 你说炮四瓶车它吃掉了 吃掉了 先炮四瓶车 所以不这样吃的吗 你炮四瓶车 他还有个马上退市 这是炮五进一 还有个G8G7经常先生 你现在谁吃炮啊 你不能打 你先打他有个车去瓶车 吃了再说 吃了再说 吃了 河中炮他有个马上退市吗 一点气都没有 哎呦 马上退市不坏了 哈哈 对不对 那不行了 白丢一下了 真的是白丢一下 炮五进一吧 炮七瓶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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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退市刚刚压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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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你这里还签了一手七 冰马八进七 然后炮一瓶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就炮一瓶二 炮一瓶二的马七进去再等你去 马八进七 他先登 抓炮 抓炮他再吃回来 就去过去算了 他吃你炮多 他吃炮多吃这个了 为什么要打 他自己太硬了 这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六招 U4还是红的U4 U4还是红的U4 但是现在没有多指 刚才吃冰 我觉得应该还是优势很大 吃冰吃吧他不敢吃炮 现在把边边吃掉 好还是红的好 红的好 红的好 红的好都多一个4 必须还是多一个4 这个位置还好一点 这个起黑的 看不听也有点危险 但是感觉不满意 对对对 把纸汽回去 多一个纸 没掉 那没吃相咯 没了两个相 被死掉了 只有踩到相了 踩到相 泡一打 他再一蹬 那种些 一 说马炮 他吹了一个是一个线 他有什么找的 并不死掉了吗 就是并不活的 没有 第一时间想干 这一下为什么不把中兵踩了 感觉踩了简单一点 是 哎呦 是踩上吗 哎呦 抓死一个了 发一瓶就 发一瓶就打回来 哎呦 合了 哎呦 将军 没有将军把他相踩掉 啊 踩相 踩相他马一斤啊 黑的也不怕 黑的有中兵啊 对对对 黑的也不怕 我红是还是挺心 我以为 我以为 丢掉一个 是 马俊四呢 这个就难说了 这个起 马俊四 这个奇怪是 哈哈 就难讲了 屏炮一家 啊 我屏炮一家 我屏炮一家的出国 啊 啊 退马 一台的彩炮 马六退五 哎 这他彩炮 哎 不彩炮 还不彩炮 对掉就好了 我以为他说 是多这种会计 对掉了吗 红的有力 对 对掉反而这样 有力 差一点这样子杀 有力是咱里的 是不是 我记得撑起来的 哎呦 大家都 大家都 都都都都都描述了 都都描述了 嗯 如果你这个起啊 下起的啊 嗯 还是黑方容易出错 那肯定 嗯 嗯 一不小心 试在的吃掉的话 就是 容易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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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快 车马一退上 退回来 嗯 这个也就是快起 慢起的话 技术上就合了 都不可能再下 快起就 感觉要分胜负 这个 没有没有 我感觉这个是黑的 还是危险 还是危险 嗯 其实好像这局的情况 跟前面那一场比赛 是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明显的一些这个 一些我们不要说错 有点漏的这个情况出现 对 因为形式相对比较的 对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选择的那个 那个变化是比 刚才那个激烈的 那个招法下 15岁又呈在之前 先挡住 一打 那马其敬酒 没洗 敬酒才射 哦对 哎呦 出问题了 哦 马其敬酒 马其敬酒没事 嘿 他刚好说马其敬酒 要不出出行了 哈哈 这个棋如果真的马上冰 哎呦 这样半掉了 对了的话 那你不是很开心 不是 洪方可能觉得这样的话 他没输 棋的可能 慢慢模拟 主要是 对等你 撤的可能是 不用一出错 他冰就冲下来的 对不太容易出错 这种就不太容易出错 单个简单了 单个子的话 难度大一点 现在是 这个不容易出错 对 联花码 对对对 一联的话 不太可能 在灯里嘛 一灯在联花码 嗯 这基本合起合起合起 中钉就放在中钉不动 嗯 什么样也没有 这本期 这本期那个 汪洋开机 还有一点合起 这本期他 他合起了 这本期他 总的来说 汪洋还是 刚才那个 在那个多一个子的情况下 为什么 我们不过也没 自己也没看清楚 嗯 你觉得那结果是 双方合起 马八近期 哎 马八近期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马斯静热 其实这个 说下来 对吧 有没有这个期啊 两位 我再讲 我再讲一个事 是这个 到刚刚最后 呃 炮那边换掉之后 好像对于黑鞋来讲 真的就 压力缓解了不少 最后才有了 这样的一个合起 对对对 如果他再往前的话 接风气易追情况 没有 对对对对 我多一个 嗯 应该马八近期他炮一平三 我想到一个期 嗯 吃冰之后 哎 就这里 呃 吃掉 炮一平三 马三推四 炮五推一 鞠七进二 退二吃掉 他马八近期炮一平三 你如果马七进九 他就鞠杀兵 这不不走马车进不算 不走马车 杀兵嘛 那现在 你是不是他走了马车进不 不走不走 不走马车 直接吃掉 直接说他马八进鞠 炮一平三打鞠 嗯 然后你马七进九 他就直接鞠杀兵 你一将他就出来了 汪延安是选择的最稳健的走法 对 这样不好 那这是多了一个多了个事 嗯 好一点 因为他这个快期啊 因为实在是太快了 没时间 哈哈 其实有时候可能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都理解啊 因为和第一场比赛不同 并不在于说两位起手 他们的这个 并不是年龄上的问题 嗯 而在于说他也说到了 汪延红是两人特别熟 寻求变化的话 也就意味着一种情况 当你开始有一些变化 自己平时里面的小伙伴 嗯 我们说他都不见低头见的时候 平时这么练的 嗯 然后突然间的一个变化 也许可能你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风险 就是我比较虚的 这时候我在想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 嗯 而在刚刚黑棋局 能不能那么理解 对老师 黑棋是否先犯了错误 然后 后面红棋自己 黑棋不是 黑棋主持开局一直都是被动 嗯 对不对正说到这个 但是后来是 黑方一下子很顽强的 才有这种机会出现 总的来说 红棋的布局 我在感觉里头 在那么年轻的高手里头 嗯 开局不算太好 那汪洋的相对来说 都比较多 嗯 哎 说到这不好意思打断了李老师 你还记不记得 刚刚就是在这一局的比赛开始之前呢 嗯 我们说在休息的时候 李老师特地说了一句 说这个汪洋的开局 应该是能够捡到便宜的 至少这一局来看完全是如此 李老师 嗯 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 至少第一局合棋的话 对于直红先行的汪洋来讲 这真不是什么好事 对对对对 而且他可能也会感到有点可惜吧 嗯 嗯 嗯 这盘棋 就是他可能 事后会想到 我感觉我刚才说的这个变化 如果下出来 不走 不先走马车进入 直接进入车气退到直足 好 这样吧 我们这会儿马上第二局的比赛就来了 如果我们也是慢慢的一边聊 一边再看后面 对对对对 好 继续我们这个比赛 很简单 很久不见 不下去了 这位仍然之后 是什么事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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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最多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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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